而随着气温的升高 南加州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气息 而每到夏季都是南加州的旱季 今年的旱情是否有所缓解呢 而民众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节水事项呢 请看林大卫保险智库为您解析 虽然前一阵子我们三月初的时候 在LA连续几天洗货甘霖 但是整体来说 南加州如果想摆脱干旱的麻烦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许多的公共场所游泳池 或某些高尔夫球场 都可能因为水源的限制而关闭 或者是水价暴涨 业主到最后没有办法支撑 我们想到农作物方面 像蔬菜水果之类 价格肯定要上涨 再加上加州中部的农夫 如果刻意的怎么样挖掘地下水 还会造成有些地区摊陷的危机 我们整体来看 许多工业开发可能都会受到限制了 对经济是有影响的 对我们老百姓来讲 除了在娱乐场所的损失之外 家里自己院子里面的草坪 可能就会孤黄了 因为用水限制 许多住家 我想也会极力地想去填补一些游泳池的 当然加州政府多年来 都没有疏忽水源的问题 近年也逐步扩建水坝 开辟地下水源 海水淡化 以及废水的净化处理方面 科学的研发没有停止 但是因为人口增加迅速 水源需求每一年都在暴涨 加上全球的气候变先 连续干燥 使得加州仍然焊向难除了 所以我在2018年 我呼求我们做老百姓的 尽量减省用水 院子种植物 尽量些干旱防旱的植物 当你看到水费账单 使用量增加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了 你家里面可能室外 这个Sprinker这个Valve 可能有破裂 要知道水管漏水 产生的霉菌 这个Mole 不但会对人体有伤害 而且房屋保险 每一家的房屋保险都有明文规定 对Mose没有办法理赔的 对Mose 对Mose 对Mose